一检查红光是否在铜嘴中心,如果不在,可在红光偏移中设置,把红光调到正中心。 二确认是否需要送丝焊接,如需要就打开送丝端口。 三调取工艺包,选择需要焊接的材料,以及材料厚度。 四检查气体打开气体,查看是否有气以及气压是否足够。 五把导通夹子夹在工作台上,当枪随于所需焊接的材料触碰时形成导通。 六,打开光闸就可以开始焊接了。